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澳大利亚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探索澳洲高等教育的独特优势 二,留学澳洲的心理准备与应对策略 三,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澳洲院校与专业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探索澳洲高等教育的独特优势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话题 澳洲高等教育的独特优势 说到澳洲,大家可能会想到 袋鼠,考拉和美丽的海滩 但其实,澳洲的高等教育 也有不少值得议题的亮点 甚至可以说是 袋鼠跳跃班的独特 首先,澳洲的大学在全球排名中 常常名列前茅 比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和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 都是世界顶尖的学府 想讲一下 您在课堂上听教授讲解量子物理 而教授的研究成果 可能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 您是不是觉得自己仿佛在和诺贝尔讲得主 同桌吃饭 其次,澳洲的高等教育体系 非常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许多课程都包含实习和项目经验 学生们不仅仅是书呆子 而是实践家 比如,我为学生在学习环境科学时 可能会被派去参与真实的生态恢复项目 砌手中置树木 甚至与考拉清理接触 这可比在教室里看幻灯片有趣多了 再来,澳洲的多元文化环境也是一大优势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您可以在校园里听到各种语言 尝到不同国家的美食 想象一下 您在食堂里和来自印度的同学分享咖喱 和来自意大利的同学讨论披萨 最后再和来自中国的同学一起打麻将 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聚会 当然,澳洲的教育体系也非常灵活 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课程 您可以在学习工程的同时选修心理学课程 甚至参加舞蹈课 谁说工程师不能跳舞呢 在澳洲 您可以成为一个跳舞的工程师 最后澳洲的生活质量也是一大亮点 无论是悉尼的海滩 还是墨尔本的咖啡文化 生活在这里的学生总能找到放松和娱乐的方式 想象一下 您在学习之余能在海边充满 或者在咖啡馆里享受一杯拿铁 生活简直美好的像一幅画 总之澳洲高等教育的独特优势 不仅在于其学术声乐 更在于实践机会多元文化灵活课程 和高质量的生活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旅程中 能够像袋鼠一样勇敢地跳出舒适区 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澳洲的心理准备与应对策略 留学澳洲听起来就像是一场阳光明媚的冒险 但实际上 这场冒险的背后 却隐藏着不少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 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和深入的见解 帮助你们在这条留学之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心理准备从家到外 首先留学意味着要离开熟悉的环境 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很多学生在出发前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 然而现实往往会给你一斤梦棍 比如有位同学在澳洲的第一周 兴奋的去超市购物 结果发现自己对澳洲的水果和蔬菜一无所知 最后买了一堆看起来像是外星生物的东西 回家后才发现原来是甜菜根 所以心理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要接受文化冲击的存在 做好面对各种新奇事物的准备 应对策略建立支持系统 在异国他乡建立一个支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加入学校的社团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或者参加一些国际学生的活动 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在学校的国际学生聚会上 遇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小伙伴 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家乡美食 结果那个来自意大利的同学做的意大利的同学做的意大利面 让所有人都赞不绝口 而我那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则带来了泡面 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泡面是国际美食 瞬间拉紧了彼此的距离 试验生活 学会幽默在澳洲 幽默改是融入当地文化的通行证 澳洲人喜欢用幽默来化解尴尬和紧张的气氛 因为一次我在课堂上问学生们 你们觉得澳洲的天气怎么样 一位学生回答 一位学生回答 就像我的心情时而阳光明媚 时而狂风暴雨 全班哄堂大笑 这种幽默不仅让课堂气氛轻松 也让学生们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 学业压力合理安排时间 留学生活中 学业压力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学生在刚开始时会感到无从下手 甚至有些焦虑 这六个小窍门制定一个合理的学习计划 并留出时间给自己放松 比如每周安排一次电影之夜和朋友一起看澳洲本土的电影 既能提高语言能力 又能享受轻松的时光 记得有位学生在看疯狂的麦克斯时 竟然被电影中的澳洲口音搞得一头雾水 结果大家一起笑着讨论 反而加深了对语言的理解 前语 尤其澳洲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旅程 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是你成功的关键 记住保持开放的心态 勇于尝试新事物 建立支持系统 学会幽默应对生活中的小插曲 你会发现 留学生活不仅仅是学业的提升 更是个人成长的宝贵记忆 希望你们在澳洲的每一天都能充满阳光与欢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澳洲院校与专业 选择适合自己的澳洲院校与专业 听起来就像是在挑选一件合适的衣服 既要合身又要时尚 还得适合自己的个性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见解和故事 帮助你在这条求学之路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件衣服 措辞声明 我授权HG使用我南渡英来过届AI理应 并在我的HG账户上使用它 了解自己的兴趣与目标 首先选择专业就像是选择一条旅行路线 你得知道自己想去哪里 才能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 比如有些同学可能对生物医学岂有独钟 梦想成为一名医生 而另一些同学则可能对计算机科学勤有独钟 想要成为一名程序人 记住选择专业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目标是最好的指南针 有趣故事 我曾经有一位学生选择了海洋生物学作为专业 因为他小时候在海边捡贝河时 幻想自己是海洋探寻家 结果四年后他发现自己对海洋生物的兴趣仅限于 于是转学去学了烹饪 现在他在悉尼开了一家海鲜餐厅生意红货 成了海鲜大亨 二研究院校的生育与课程设置 在选择院校时 生育和课程设置就像是衣服的品牌和设计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要选择一所知名的大学 因为它的品牌效应可以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加分 与此同时课程设置也要符合你的兴趣和职业目标 有趣故事有一位同学选择了一所名不见新传的大学 结果发现课程设置非常灵活 教授们也很有趣 他在课堂上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 还学会了如何用幽默的方式进行演讲 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T.E.D.演讲者 甚至还回到母校分享他的故事 结果吸引了更多学生报考这所冷门大学 三考虑地理位置与生活成本 选择院校时地理位置和生活成本就像是衣服的尺码和面量 你得考虑自己能否承受得起生活费用 以及你是否喜欢这个地方的气候和文化 比如沃尔本的咖啡文化和悉尼的海滩生活各有千秋 你得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城市 有趣故事 有一位来自北方的学生 选择了在昆士兰的大学就读 想着可以享受阳光和海滩 结果他发现自己对热带气候的适应能力堪忧 几乎每天都在空调下度过 最后他决定转学到塔斯马尼亚 享受那里的凉爽气候和美丽风景 成为了冷气候的忠实粉丝 次参与校园活动与社交 最后选择院校时 别忘了考虑校园活动和社交机会 大学生活不仅仅是学习 还是结交朋友拓展原脉的好时机 参与社团活动志愿者项目的 可以让你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有趣故事 有一位同学在大学期间加入了一个国际学生协会 结果不仅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还在一次活动中遇到了未来的伴侣 现在他们在澳洲共同经营 经营一家旅行社 专门为国际学生提供旅游服务 真是爱情与事业双丰收 总结 选择适合自己的澳洲院校与专业 既是一次理性的决策 也是一次充满乐趣的探索之旅 记住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 保持开放的心态 勇于尝试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那件合适的衣服 在澳洲的求学之路上绽放光彩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澳洲高等教育的独特优势 留学的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 以及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院校与专业 让我们一起像袋鼠一样 跳跃在这一系列充满知识和乐趣的主题中 总结一下 澳洲高等教育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灵活的课程体系 昂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熔炉 给予学生实践经验和良好的生活质量 而留学虽充满挑战 但如果做好心理准备 建立知识系统 并保持幽默感和合理的时间安排 你一定能够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国度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选择院校和专业时 了解自己的兴趣 研究学校生育 考虑生活成本和地理位置 以及积极参与校园活动 都是至关重要的 记住大学生活不仅是学习 更是自我成长和探索的旅程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希望能对你们的留学之路有所帮助 现在 我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亦准备好迎接这场袋鼠跳跃的冒险了吗 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丢阵节目可能存在了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大家收看订阅我们的观众 我们节目标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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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